第90页昨天大概介绍到所谓 厨法的一个过程 厨法的一个部分 注意什么事情 我看到90页上面这边 这边的文字说明 老师带大家看一下 看懂了解就可以 主要就是说 我们在做厨法的时候 我们在做厨法的时候 我们的FS跟GS去做相处 那除除除 会有剩下的叫做鱼室 叫做鱼室 那我们就检查一下这个鱼室的 degree次数 一定要比厨师的次数还要怎么样 小 一定要比厨师的次数小 那么也可能会 鱼室RX刚好等于0 那当RX等于0我们就做整厨 这个我们做提过 要么就整厨全部出来了 要么就是 剩下一点点的这个鱼室呢 它的次数要比 除四还要 假设你除四是二次 那么我的鱼室呢 最多可以一次 当然也可以剩一个常数项 那常数项是零次 如果除四是三次 那你的鱼室可能二次 可能一次可能零次 这个都没有关系 所以反正 这样子做完之后我们才停止我们的计算 得到唯一的一个什么 伤QX 还有我们的鱼室叫做RX 所以这样做完除法之后的这个伤 跟鱼室它的答案是 only one一个 不会除出来两个 不肯除出来两个 所以像我们在国小做的计算 对不对 17除以3 等于5 余2 我们去写成被除数 17 等于 除数3 乘以这个5是商 再加上什么 余数 所以依照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把 FS跟 GS做除法之后的 商叫做QX 余数叫做 RX 我们就可以写成类似这个关系 叫做FX 等于GS乘上QX加上RX 这样的一个写法 这样一个写法 那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这个所谓的除法原理 我们所提到的一个算是一个重要的公式 所以可以把它记起来 那这个式子我们也可以写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也有人觉得说R写的一堆X很讨厌 他可以写 A会等于 B 然后呢这个Q 再加上我们的 小R 所以也有人把这句话把它简单的写成 A等于 B Q 加R 这个A就是被除 4的FS B就是除4的GS Q当然就是我们的商 那这个R你会发现 老师故意写这个 代表说这个余数呢 它是 剩下的 它的次方会比 除4还要小 会比这个除4GS还要小 也可以写成A等于BQ加R 那么就不用去记一堆XX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看到 他的结论余数满足 Degree的RX要小于Degree的GX 那也可以RX等于0 所以RX等于0的部分 旁边再 补两个字上去 提醒自己 这个马上 应该明天的时候会特别强调到 这个叫做整除的时候 整除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余数等于0 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除法原理 勾起来 这个势值还蛮重要的 加两个是做除法之后会得到一个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就把它 注意到它的条件 还有它的这个势值 它的势值 也可以写成A等于BQ加R 这样的一个势值 那下面我们的立题式就要 用这个势值呢 去看看 这个除4跟商之间的一些变化 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请看到立题式这边 看立题式这边 他说呢如果将这个除完除法之后 问第1个 除2gx的商汉预示 第2小题除以3分之1gx 的商汉预示 那像立题式而言基本上 他这边写说有什么什么fx有gx 得到qx和rx 对不对 那基本上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 这个 是fs跟gx 事实上 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那更何况我们的q跟r 也不知道他 具体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 利用我们上面的这个叫做 除法原理的这个式子把它列出来 反正 虽然我不知道 个别fs跟gx 到底 他是 什么样的多相式 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有一个关系 这个除法原理就是彼此的关系 就是他们彼此关系 fs等于gx乘上qs加上r 这关系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我不管你fs是什么 我不管你gx什么东西 反正 只要符合一个除法关系 我们就可以列出这个除法原理的式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说 第1个除以2gs 代表说 我们在中间这个相乘的部分 我们把这个gx 除式前面去乘上2 前面乘上2 那按照我们等号的这个式子 等号的话左边跟右边要相等 所以你现在 gx前面乘上2了之后 左边fs并没有动 对不对并没有动并没有改变 所以势必 我们后面的qx的部分 就多成一个什么 係数叫做2分之1 好 我们利用这个除法原理 它的内部 gx跟q 之间是一个乘法的关系 当你gx的除式 是多两倍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的这个伤就要变成2分之1除以2 那这个是乘法关系 2乘2分之1是不是就消掉 回到原来的gs乘上qs 后面的rx变成没有动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fs去除以2gs的时候 伤变成1分之1的qs 余氏是不变的 余氏是不变的 所以这第1小题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如果我们的这个除式 放大两倍的时候 放大两倍的时候 会影响到我们的 变成原来的一半 这个商变成原来的一半 但是余氏不会变 余氏是不会变 所以第1小题的这个意思 我们利用我们除法原理的这个关系 从内部 从这个市值 本身内部去调整这个系数的2跟2分之1 此的关系 让 除式变成两倍的时候 商就变成是1分之1 所以他的结论 他的答案就是说第1小题 商 除以2 但余氏是没有变的 余氏是维持不变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 除法原理的试图可以看 彼此之间 只有 GS跟QS 这两个 会发生一个互动的关系 所以类似情形 第2小题这边 GS变三分之一的时候怎么办 也是一样类似情 我们看下一页这边 91页旁边 一样我们根据我们除法原理的试图 这时候我们的 除式变成三分之一 那这两个是相乘 所以我们后面的商 就要怎么样 乘以三倍 因为三乘上三分之一才变成多少 正一 三乘上三分之一才变成正一 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结论就一样 当我的 除式 除以 三分之一除式 也就是 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倍的时候 我们的商就会是 原来答案的什么 三倍 会得到原来答案的三倍 于是 然然不变 于是然然不变 所以 这个地方 的利息来讲 并不会很困难 他就是说 利用我们这个除式 GX他的一个细数的变化 细数的变化有可能 有可能这个 是两倍啦三倍啦 或者是二分之一倍 十分之一倍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他会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商的部分之间 细数的一个互动 细数的一个互动 那么 看 两个因为是做惩罚关系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 一定必须要怎么样 等一 才会跟原来的怎么样相同 这个中间 当GX跟QX做 系数 互相改变的时候 Rx基本上是没有动到 因为他这边是加上Rx 你并不会 动到这个Rx 所以我们立题是这边 大家就做一个说明 其实并不会很复杂 并不会很复杂 所以相同道理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 小力席这边 X4除以X2-X加1的余式 是-X加1 对不对 他说问X4加1除以3-3x加3的余式 所以 小力席的这个结果 Fx就是X4加1 我们的除式是X2-X加1 余式是-X加1 所以他现在 被3x2-3x加3来处 那这个是跟我们原来的这个 除式是不是差一个三倍 对不对 所以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就是说 除式变成三倍的时候 事实上会影响到的只有3 会变成三分之一倍的Q 那么这个余式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除了你这个结果 基本上就跟我们的 立题式的D小题类似 这个 变成说这个我们的 这部分 变成三倍的所谓的 Gx 那么影响的结果就会变成是3会影响 但是他这个问题他又没有问伤 对不对他这个问题他又没有问伤 所以这部分变成是1除以3的 我们的 所谓的Q X 所以 当除式变成三倍 只有影响到我们的QX变成三分之一 于是答案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这个 内写这个问题我们就经过判断 也没什么好做的 他的结果还是一样是-X加1 所以 本题的这个于是答案还是一样是-X加1 我们就直接做回答 所以说那你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计算 没有什么好计算 来我们的 刚才90页这边的这种 储法原理的试制 请同学一定要记得 这个我们下一段等到后面有因试定的 于试定还会拿出来 先开头做个介绍 来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重要的储法 这个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中文储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算的一种方法 大家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就是说我们在做储法的时候除了 我们昨天做的长储法 这个这个长储法 不管你是用 整个X超下来或者说像老师昨天所示范的 是用分离系数的部分 反正 这种是长储法的一个写法 我们长储法的一个写法 那我们就发现说长储法它可能写起来 比较占空间 然后呢这个 写 我们只用系数来写 比如说一一什么一 负二对不对 一减二这样 还是很占空间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 把这个长储法 去做一个 变形 去做个变形 我们把它叫 设计成叫做综合储法的一个部分 做综合储法的部分 那步骤是刚刚已经贴在LINE的那个群组里面 大家可以把它 写在课本上面写在92页 那这边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把 这个综合储法的步骤 是用长储法来做改变 我们先看一下它改变的过程 然后等一下再操作 怎么样来 使用它 使用它 如果除释是一次的 这个综合储法我们是限定在说如果你的除释是一次 也就是譬如说 A4加5 A4减3 A4减2分之1都没有关系 只要比估率 是1就可以了 那么 一次项系数 是不是一定要移这个就未必了 一次那个 一次项系数如果不是1的我们后面会提到 他可以再去 透过系数的改变 所以目前是先设定在1 那即便是 2x加3 这个3x减2 也还是可以去做综合储法 所以我们后面会再提到 稍微做个系数改变 那目前我们先设定 一次项系数是在1 那么这边我们看一个例子 fs是x三方加x二方加s减2除以s减2 对不对 那这边它先把 这个长出法先秀出来 所以这个长出法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一样 x三方跟s做综合 变成s减2 然后这样子 那之后要相减 然后相减之后呢 这边再 向下一位 我们在这个3x二方跟s 再做综合 变成3x 那这样写 所以这样写的过程叫做 长出法 如果不写s就是老师昨天所示范的叫做 分离系数法 对不对 那 我们观察这个式子里面 像这边所做的记号 打绿色三角形的部分 出现三次 红色框框的出现三次 这个写成菱形符号的也出现了好几次 蓝色圈圈出现三次 然后呢 橘色的这个圈圈也出现了两次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像这种会重复出现的数字 我们如果不要让它一直重复出现 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个什么 简略 把它去做一个省略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除法的试制呢 看起来就比较 比较那么复杂 不要让大家觉得那么困扰 说我们去把这些 重复的部分我们去加以省略就对了 加以省略 所以像这边 第二段 只写出细数 而且重复的数字不要全部写出来 所以大家看到 上面的这个 长出法里面 譬如说 备除数 备除数的部分 系数 就在这边 111-2 然后呢 1x-2的系数就是什么 1-2 所以这个部分就跟老师昨天所写的分离系数法的部分是类似的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把 出现三次或两次的数字 出现一个就好 这个1 我们就减一次就好 把这两个1就不写了 因为它反正后面它会被 相减就没有了 对不对 相减没有的我们就把它省略不写的 在这个3 也是 写一次 然后呢 这个1它会导致到这边会 这个-2它就只有出现一次 所以我们后面这个要 所以我们把 这个式子里面 只要出现两次我们都把它省略 但出现一次的要把它保留 像这个-6只出现一次 -14出现一次 然后其他的这个下面两个3 两个1 两个7都省略不写 因为这个都经过减法会变成不见了 会变不见了 那我们整个式子就像这边我们的91页最下面这边 好像浓缩起来就变成了是 它上1137 上面的 x平方加3x加7 那这些什么-2 x平方-6x-14 我们就浓缩起来写在同一行 -2-6-14 最后的余数多少 就起来最下面 所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常租法 浓缩起来变成一个式子 浓缩起来变成一个式子 那浓缩成这个样子之后 还是觉得 看起来好像还是 很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翻过来看到92页这边 我们再把它做个调整 再把它做个调整 来看92页这边 把刚才的被除 是的系数111-2 我们一样保留它写在这里 那刚才我们的常租法的式子它是不是应该是写成 写成这个横线之后向左边画下来的这个除号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不要这个 我们变成在这个地方 跟刚刚的这个除式有点相反过来 的方向 把它写成了一个 横线之后再写成一条 一个直线 这样子 那么 还有我们的除 式的部分是x-2 最右边 本来在最右边拉到最右边 所以你就知道说把这个除号去改成另外方不同的方向就对了 然后-2-6-4 就写到中间来 那么这时候下面就是137 本来在上面的现在通通跑到下面来就对了 然后于是 那这时候请注意 这个除式右上角这边它的 长速向是-2 对不对 它长速向-2 然后我们这边上下是相减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改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90页的这边的说明 把这个付额的动作改成正二 意思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 除式 像本来应该是付额 但是我们改成 正二 是不是这边就变号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变号 我们本来要上下相减的注意 请注意特别圈起来 这边就变成是上下相加 就变成上下相加 来老师把画的 就变成是上下相加 所以综合书法跟 一般的长书法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它是用加法来做 它不是用除法来做 所以 那为什么要用加法的原因是 我们的除式的长速向 经过一个变号的动作 经过的变号动作 所以这时候把这个式子去做一个改变 右边变成正二 本来是-2就变成正二 然后这边呢 这个上下的结果 1和2乘起来就变成正二 我们去做相加变成一架变成是三 1加变成是三 本来是减掉-2 1减-2变成3 但它现在因为是变成正二了 我们这边就相加 1加2就变成是三 所以综合书法跟我们一般书法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运算中间我们是用加法来做 另外就是这个长速向做变号 来所以老师这边很快的把 这个步骤我们这边已经写过一次 那当然我们在赖群组这边也把它贴给大家 各位同学你可以写在跟老师要写在九十二页空白 地方看写右边也好 左边也好都可以 我们把这个步骤讲一下 待会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第一个 厨师呢 要用分离习数来写 然后呢做降刺排列 然后呢注意趋向补零 所以基本上被厨师的部分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长速法要求的都是一样 要都是一样的 那么按照降刺排列 趋向补零这个基本上都 跟之前的一样 来第二个来重点在这边厨师 长速向变号注意 那我们就写在右上角 所以这时候大家对照看我们下 第二个式子 我们把厨师的长速向做变号 放在右上角 而不是像长速法放在左边 这样把它放到右边 而且重点是一定要把它变号 什么意思要变号呢 像这个问题 这边科本觉得这个例子是x-2 所以他的长速向是-2 我们就变成正2 接着你的长速向是 厨师是x加3 那我们这边就写变成-3 基本上就是变号 就变号 来我们看一下操作的过程 被厨师跟厨师都写好了 被厨师写这边 长速向变号写在右边 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手向系数之间 也就是 我们排在第一个的系数叫做 领导系数或者是手向系数 这个都不要去做任何的计算 直接写下来变成1 直接写下来变成1 好这个1有了之后看第四步 往右上乘 向下加 将这个1呢 向右上角这边乘以他的 数 厨师的那个长速向 将乘之后注意写在 第2个数字的中间这里 所以往先做往右上乘 写好之后再往下加 那这个动作第四步我们会重复 就是说 加下来是3之后 3再乘以2变成是6 加6变成是7 7再乘以2变成是14 -2再加14变成是正12 所以第四点这边的步骤往右上乘往下加 会重复好几次 会重复好几次 好那这样做做做 得到了这个 下面的数字 大家注意到下面这几个数字里面 就是我们的商 但是最右向为什么 鱼字夸号起来 什么意思就是说 最右边这个数字是我们的鱼数 那剩下的他都是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 每次我们做综合书法 常常在写答案的时候 有同学就会不小心 漏掉就是 他以为整个全部的都是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说把最后面这个 把特别圈起来 你在最右边这个数字圈起来之后 剩下的 不管有三个数字还是四个数字还是五个数字 他才是我们商的一个什么 洗漱 所以 最右向 当我们做操作完中的数法之后的最右向 一定是我们的 余数 所以当我们把余数圈起来 剩下不管你有几个就通通都是商 通通都是商 所以老师这边把这个步骤 我们已经贴在类群组 你如果这个这个现在 不用现在不用这个急着写了 你可以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再去把它 不写在课本上面 按照步骤 一个一个步骤把它写好 那我们待会就来直接操作 来一样下面说明快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叫做综合书法 叫做综合书法 它的一个方便性就是怎么样 因为除试都是一次试 所以 于是他一定是一个常数 就一定是一个number就对了 然后另外呢 我们在做长除法的时候 它的 使用的一个空间会比较大 因为很长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以综合书法而言 他一定就是一行三行 就是三行就结束了 第一行是 我们的 这个被除 式的系数 还有我们的 右上角写的是我们除试的常数 对不对 那中间这个 部分保留一行数字 就是要准备写 我们做完惩罚的答案 然后在第三行加 就是我们的商 所以综合书法 他可以比较节省空间 比较节省空间 这样的一个式子就对了 来 那么 我们这边 老师看一下白板 我们直接操作 也是给大家看 这样子 会比较清楚 要做什么东西 就不会 说这个好像觉得很 傻 这样 来我们把那个 这个先关起来 然后我们把白板打开 对啊 不是还有 不是还有 17分钟吗 OK 我们大概 可以练习 两句 然后我们就 差不多要示范了 来 我们的这个 看看 对 这个部分 在这里 来 来我们的那个 综合书法的例期 然后这边 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你们就可以自己再去 搭配我们的那个步骤 去做 来我们刚才91页的那个例子 是再把它 重新再把它写一次 就是应该说它的过程是在92页上面的第2点那边 那我们现在就是 92页的最上面的那个问题 我们再把它重头做一次 再操作一次 按照那几个步骤操作一次 来第1个 它的背除式呢 是 1加 1加 1-2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背除式的 系数 我们先把它操一遍 那检查一下它有没有 缺项 有没有按照僵尸排列 大概就把它检查一下 来再来它现在是除以x的 x-2 对不对 所以之后 我们这样子的要用综合书法的时候呢 我们把 背除式的这个 系数写完之后 记得 我们这边就 类似写一个 这个 好像T字型的符号 但是我们把它倒过来 好像我们讲说 它其实是把这个 原来的除式 把它相反倒过来这边写就对 那记得这个中间 一定要保留一排 空白的可以写数字 然后呢 我们的右上角就是写什么 右上角就是写常数项的变号 现在常数项是 x-2 除式常数项是x-2 把变号变成正2 对不对 好来下面开始操作 被除式写完 除式写完之后 开始操作 领导系数直接放下来 所以这个1是直接放下来 不要去动它 不要动它 来然后开始就做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1以后就向右上角去做相承 右上角去做相承 那相承的结果就 写在第2 空位 刚才我们这个中间保留了100空位 对不对 1乘以2是2 所以把它写过来这边 这个2就写过来 这个2就是1乘2来的 然后记得一件事情 做书法 是用 加法来做运算 加法来做运算 所以这时候我们请你就做 1加2等于3 1加2等于正3 这个等于正3 这个下面就写正3 好 之后呢 这个删出来之后 重复它的动作 往右上角去做相承 然后一样写在我们 接着这个第1个数 2的后面接着写 所以3乘2是6 这边是 正6 正6 然后一样 当这里第2排的数字有了之后 我们就上下做相加 变成是正7 变成正7 变成正7 接着 重复这个动作 7再乘以2 一直往右上角乘 只要这边还有数字 我们就一直重用这个动作 7乘2是14 7乘2是14 然后呢再做加法下来 -2加14变成多少 正12 变正12 好 做完 现在我们 这个最后一项-2也做完了一个 计算之后 我们剩下这最下面的数字就开始来写我们所要的答案 这时候一定要记得养成习惯先把最右边的圈起来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余式 这就是我们的余式 然后剩下来的 我们Q的部分 再去写说 这里剩下137 是不是有三项 三项的时候代表说 它的 最高次方是2次方 一次方 和常数项 或者说你记得后面开始算 常数项一次方二次方也可以 所以这时候它的结论就是x二方加3s 加7 x二方加3s加7 那余式就是 打x 余式就是打x 所以这个动作情况一定要记得 备除式怎么写 处式的话呢 常数项变号写在右上角 然后我们画一个 倒写的t 之后呢开始去做 这个相乘 相加 相乘 相加 重复这个动作就对了 从这个动作 就可以把我们的除法做完 可以把我们的除法做完 来我们接下来就是在 看到我们的 立体5这边 看到我们的立体5这边 这边直接做了 立体5这边 它的fx呢是三次方的 那个题目是不操作 大家自己看92页的立体5这边 我们就把他的 备除式的 系数写出来 加3 加4 减1 所以立体5这边他的备除式呢 三方加3是二方加4 减1 所以把系数写 写起来 把系数写起来 那写完之后就记得 我们做一个 算是做一个间隔 把那个除号 做出来然后同时也是右边 做个间隔就是要让他跟那个什么 跟除式的这边的场所要去做个区隔 不要混在一起 不要混在一起 来现在的GS是x加1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放什么 负1 就记得要变号 变成负1 变成负1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操作中和书法 操作中和书法 那我们就不做常书法了 不做常书法了 来一样我们现在在采 就是说 检查下摆好位置的 化好这个间隔之后 我们领导系数放下来 直接放下来就是2 领导系数或者说 手向系数直接放下来就是2 然后开始 往右上角去乘这个除 除式的这个常数项 2乘以-1 变成负2 然后记得 我们要去做加法 中和书法最大的差别是他做加法 所以这边 常数项变号 所以我们这边做加法 那才会跟 常书法的结论是一样 来我们做上加3加3加3加2 变成什么 正1 好 真意有了之后我们再向右上角 重复这个动作 往右上角乘 写在 第2个数字这边 乘起来多少 负1 对不对 1乘以负1 变成负1 再相加变多少 正3 好一样这个3再跟负1做相乘 3乘负1是负3 来负1 再加负3 结论就是多少 负4 结论就是负4 好这个负4有了之后 一定要特别记得 马上把它走 前 代表说 它和前面的数字 是不一样的 前面这些数字 它们的 Qx都是商 但是最右边的这一项 注意 最右边的这一项 它叫做 鱼式 它叫做 Rx 叫做鱼式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写结论 所以我们的Qx是多少 本身这个负4是3次 所以这个商一定是3次减1次 会变成2次 所以我们这边 去检查它的 2x2 加x 加3 2x2 加x加3 所以立体谱 我们这样就把它做完了 这样就把它做完了 那当然 如果说你要去 比如说我们用 长书法去做验算 这个地方可以 在旁边 如果说我们用长书法去做个验算 那这边老师一样还是写 我们的分离系数的部分 然后它是除以1加1 所以它可以对照一下 就说 长书法的样子 跟我们做书法的样子 刚好有些颠倒过来 那 我们做个对照 这边2除以1是2 我们就直接写了 这边是2 所以2加2 长书法是相减变成 1放一个下来是4 1和1的话是 1加1 双减变成3 3-1 然后再来我们的3跟1 除法变成3 加3 3加3 所以-1-3变成4 -4 所以 这个 Rx一样是负4 然后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Qx 基本上大家可以左边跟右边对照 就是说 用长书法来写的过程中间 它会比较 比较 比较 这个算是计算空间 会写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中文书法 第一行 两行 三行就写完 它会比较上空间 所以它可以做个比较 它可以做个比较 但是目前我们的中文书法设定在它的 那个厨师的底部率是低的时候 这样做最快 可能会问卓老师有没有 这个厨师 次方是2次的中文书法 那么是有 不过 厨师次方 如果是2次中文书法 可能一般我们就解决的 回来写超多 当厨师次方是2次的那个 西数它再写下来 它变成要写 也是写成五行 那就跟我们右边写起来 你这边如果是 这样写起来会差不多 所以 如果我们的 厨师的次数是1的时候 用中文书法一定是最 最节省空间 最快最方便 那2次以上的话 可能就比较建议还是回去做 那这样两个会 差不多就对了 来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的 92月的学校练习 92月最下面的练习 这边 一样的一个 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 课本上面把它做一下 来这边我们就直接写了 现在的 背除式是1加2加1加3 1加2加1加3 我们就直接写了 那个题目就不超了 就是2月最下面这边 好写完之后 有个间隔 那现在GX是x减3 所以长处像变号变成是正3 注意 不可以写3要写3 一定要变号 因为这边变号了 所以我们后面才去做加法 后续这边才去做加法 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领导系数 1就放下来 再来 重复 往右上角相乘 往下去做相加 往右上角相乘 往下去做相加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来我们第一个1乘3是3 2加3等于正5 再来 5乘3 5乘3 这变成15 再来 1加15变成是16 再来16乘3是多少 48 48 那么3加48就多少 51 就51 所以养成习惯 当我们综合出发做到后面没有数字的 不用再继续刷的时候 我们就把最后最右边的这一项最后面的这一项圈起来 代表它跟前面的数字都不一样 你这个圈起来的答案就是我们的余式叫做Rx 叫做Rx 然后再来我们判断我们的 Q的部分 是谁 Ax2加 5x 加16 为什么 被除式是3次 除式是一次 所以做完除法之后是 2次 做完除法之后是2次 Ax2加5x加16 Ax2加5x加16 所以这个地方请同学特别特别注意 我们 今天所讲到的这个综合除法 它的步骤 它的步骤 第1步写什么 第2步写什么 然后第3步做什么 然后开始去做运算的时候 做完查 然后重点是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 一定要去做一个加法运算 综合除法最重要就是做加法运算 而不是跟 常除法一样是做减法 这个请同学特别注意 请同学特别注意 那么 最后一句话就是 写完之后的这一堆数字 剩下的这堆数字 一定要先把右边的 最右边的这个把他怎么样圈起来 因为 他和前面这些数字的身份是不一样 前面这一大堆他都是 叫做商 只有最后的这个数字 他是叫做 所谓的余式 那当然如果假设整除的话 这个这边就变成是零 如果整除这边就变成是零 现在不是零 就是有一个余数 就对了 有个余数 就对 好 来那个 上四分钟 好 OK 好 来 所以我们的那个 今天的重点大概就是 带大家认识这个综合除法的运算 综合除法的运算 那93页那边是 叫做所谓的 一个变形的部分 变形部分我们大概就年代上 也先把综合 综合综合综合 所以我们大概从91页 到92页这边我们刚才 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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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算是方法 因为这个以前国中没有教过 以前国中交的长出法 那个是一种 那现在这种就是一个不同的方法 它是用 变号 对不对 除式的长出项做变号 然后用 加法 这个两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那 但是呢 出来的结果跟长出法是一样的 我们在前面的那个立体5 这边我们也做了对照 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 因为93页那边 那个立体6算比较 立体6大概要讲的比较久 要一直做综合综合综合 我们就明天再做吧 然后今天要加作业请不要忘记了 我们这边 就让那个 洪恩拍照 来老师把他关一下 大家开心都